平安节手绳的边法非常的简单,我们将轴线固定,另取两根线,前面折回来一截 一根线放在线的上面,另一根线从圈圈穿过来 左边的线头呢,从这个圈圈底下掏出来 调整好线,往上推,上面预留一个扣眼,开始做双向平结 将蓝色线搭在主轴线上,白色线从这个底下穿过来收紧 还是继续将蓝色线搭在主轴线上,白色线从这个底下穿过来收紧 这个就是双向平结的做法,我们每一次呢都先拿蓝色的线 这个手链呢做起来非常简单,小时候我们也经常编 我们就这样重复的做,一直做到你想要的长度 做到想要的长度了以后呢,这样手链的主体就已经做好了 剪掉多余的线头 用打火机烧一下防拖线 烧的时候注意哦,不要烫到手了 另外一边也是相同的做法,剪掉多余的线头 用打火机烧一下防拖线 结尾呢,我们将这两个线头一长一短的烧连在一起 这样方便穿扣子 穿入一颗扣子 将这个扣子呢,调到合适的距离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头,用打火机烧一下 烧完了以后呢,这个地方是非常结实的 大家不用担心它掉,只要做好了呢都不会掉的哦 这样一个简单的平安节手绳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?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